要遏止黃牛票 有民眾在公共政策平臺提出 建議實施議文票券實名制提案 對此文化部將進行修法 並以行政法及刑罰方式 對加價轉售 以及大量掃票行為予以處罰 另外還有哪些新聞重點 來看我們的整理報導 協商會議 願意修訂文創法 明定票券轉售合理成本 若轉售獲取高額不法利益 將面臨數十倍罰還甚至刑罰 也會參考日本及其他國家 建立開放交換平臺等 來有效制止黃牛猖獗情況 二零一九年國內旅遊人數高達八千萬人次 民眾在外住宿 使用大量旅宿用品 環保署打算限制 第一階段7月1號起 旅宿業者不主動提供一次性備品 包括小於180毫 一次性包裝液體罐洗保養用品 個人衛生用品 一次性拖鞋 房間外也不成列 給客人隨意取用 業者則是希望可以延長緩衝期 避免衝擊過大 措手不及 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列入紅皮書 極為物種的撥口厚頭份 俗稱飯池沙 在台灣還沒有列入寶玉 台東成功鎮 由漁民就捕獲了撥口後頭份的火體 結果在拍賣之後 被漁飯買下 也放回大海 連結台東縣達仁鄉 與屏東縣牡丹鄉的阿朗伊古道 竟化設為旭海觀音鼻自然保留區 但近期保留區邊界 整修成一條一公里長的水泥步道 以及邊坡圍牆 學者擔憂 未經生態評估的道路及圍牆工程 奏法粗糙 將阻礙陸械前往海岸繁殖 釋軟 破壞當地生態 記者綜合報導